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苦不堪言 雅寒的家庭条件不错 自小在父母的呵护家长大 到了恋爱的年纪 他想找一个像爸爸一样的暖男 有一种女孩他们很优秀 但是想谈恋爱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们对爱情很执着 再找一种感觉 寻找那个想谈恋爱的男人 感觉的是都比较炫乎 哪能那么容易碰得到呢 爱情会迟到 但对于优秀的姑娘来说 并不会缺席 雅寒和年亮认识 是在一次好友聚会上 她是闺蜜男友的朋友 彼此都单身 便被安排到一起玩游戏 年亮是一个好脾气的横厚男生 性格温柔体贴 玩游戏的时候 一直都非常的照顾她 雅寒对她颇有好感 忽略了微信 在深入了解之后 雅寒才发现她是一个宝藏男孩 或许是因为家境普通 她不仅会做菜 还非常有耐心 人缘很好 朋友对她的评价也都不错 感性的雅寒主动向年亮宝白了 没想到她说我也很喜欢你 但是我害怕你看不上我 一直不敢主动 年亮一露气 雅寒就笑了 恋人后她对雅寒是无微不至 把她宠成了公主 包容她的小脾气 而且年亮做饭还特别好吃 完全就是雅寒老爸的翻版 恋爱不到一年 雅寒就把年亮带回了老家 对于年亮雅寒的父母也很满意 看着她对自己的女儿好 也就接受了她 虽然家境普通 但也算不上穷小子 人有老实 二老想着自己的闺女 应该不会太吃亏 谈了四年的恋爱 眼瞅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雅寒的父母就想和未来的婆家碰碰面 也刚好帮女儿考察一下对方的家庭 两家人见面第一次吃饭还算满意 只不过雅寒的母亲不怎么喜欢年亮的姐姐 她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爱说闲话 对自己弟弟的管控比年亮的母亲都严格 可是雅寒一直坚持说 结婚之后是我们两个人过日子 和她姐姐扯不到什么关系 她姐姐又不会跟她一辈子 姐姐能在家待多久 不还是要结婚吗 哪还顾得上自己弟弟家的事情 女儿坚持他们也无奈 只能同意他们结婚 年亮的家庭条件一般 雅寒的父母并没有要求他买房 反而是直接给女儿 买了一套粮食一厅的小户型 还对雅寒说 这个房子是你的婚前财产 名字是你的 我们也只能帮到这里 以后呢 你们自己攒钱换个大一点的 现在没有孩子两个人住挺好 对于这一点年亮很感激 但是结婚的时候 当她母亲说家里没有多少钱 只掏出三万块钱的财力的时候 雅寒的父母有点不乐意了 因为之前虽然最后还是给雅寒 但三万块钱确实有点少 可雅寒还是极力劝助了自己的父母 毕竟因为爱情 还有她比较心疼年亮 浑厚的春节 雅寒和父母说好隔一年回家过一次年 年亮也照办了 父母对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多不满意了 不过雅寒和大姑姐的关系很不好 每次回老家 大姑子因为有婆婆撑腰 对雅寒态度非常的差 时常腰五喝六 还总爱说一些闲话 雅寒怀孕那会儿快生了 原本是让婆婆来照顾的 谁知大姑姐也会时不时的 带熊孩子来住几天 她毕竟是大姐 就算家里挤 年亮睡沙发 雅寒也不能说什么 但矛盾彻底爆发是在去年12月份 那会儿大姑姐又带孩子过来住 还轻描淡写的说 我这一次过来想在城里多住几天 你们家太小了 我就在网上买了一张床 过两天就到就放你们家的书房吧 不然我家人来了 我弟总是睡沙发也不好 雅寒听到以后很生气 这是我的房子没点数嘛 买床这件事怎么不和我商量 大姑姐还强自夺理 怎么 你和我弟结婚这房子难道不该 一半归我弟吗 我这个做姐姐也是为你好 家里都住不开 你也不知道操心 每次让我弟睡沙发我也心疼 那你就别来呀 也没人会议你来 一句话惹怒了大姑姐 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 这是娶了一个什么媳妇 连姐姐都敢欺负 以后不得欺负到我妈的头上 雅寒不想和大姑姐起冲突 便直接告诉了年亮 她回到家以后便说 姐 明天一早你就回去吧 你们家要是缺床 两张我也给你买 大姑姐一听还挺生气的 我是你亲姐 你怎么向着外人 一向软弱没有脾气的年亮 怼道 你要是我亲姐怎么不为我好 你就不该对我媳妇无礼 就不会让我为难 咱妈护着你是咱妈的事情 我不会护着你 你要不走就让姐夫来接你 去过好你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日子你也别掺和 如若在一个家庭里 你嫁给了一个人品不怎么好的老公 你老公不护着你的话 日子真的没有办法过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你就是一个外人 他们会处处提防你 什么事都不和你商量 这个家就根本没有温情可言 幸好年亮不是那种人 结婚后婆媳关系 多半都会有矛盾 这很正常 这时候最关键的是要看男的态度了 只要作为丈夫拎得清 自己不吃亏 那么日子还能好好过 所以说观察一个人 是否能够值得托付一生 就要看对方的人品 这是重中之重 如果对方自己非常的好 但是对于家庭的事情拎不清 那么他只适合恋爱 并不适合结婚 遇到一个真正合适的人 不仅要看他自己的条件 还要看他家庭成员的素质 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 但也是一家人过生活 遇到好婆婆好估计 自己的婚姻才有保障 幸福 才有助力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以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